法廉人最近要發生了學家床的政業 各地民眾就反對台床不服攝團 以示學家床 雖然前一年法廉人政府已經發表上面 共考慮採取學家床的建設 無法臨持有費 今天把學校本身的計劃 以為舒服 共福亞調 中興三個強制的經驗 強下的恐嚴 現場的民眾就強烈要求 院政府要共慶祝 採取採取採取 採取採取採取無人無倫 那為什麼我們選在今天五月二十號 來做一個大型的抗爭 串聯三個鄉鎮一起來抗爭 那他有聽到我們的聲音嗎 沒有 不過手道尤航千營業 法廉人政府查憲峰 對外反出上面表示 考慮民眾對修改而思念有義力 而愧是潛天涅著所有政府 甚至靠你會切走 不過今天很不相信 因為出席法廉白種氣 最群南氣概努力 咬下去修改衝 提供連環保 提供今天手工 聽錯話反對墮帶 縣府的立場是說目前是暫緩 但是如果說到時候不能夠做 很好的溝通地方的反彈 那縣府是考慮有可能去做撤照的 這方面也是一個選項之一 香港部份社團對法廉人 發出淨土潛天上面 強勇宿免表示威嚇 國父以法廉人政府為此受冠禁 為此心論 今天也希望國內民眾交通 提供此求非共同 出席為操作憲件文 其他無事加工 人拜也不派出國後少民眾 去到法廉人政府共議 下個新聞風小喜 法廉報道 平洞在共住也不是太出的時期 有幾年的家事 才好點點